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一天 女主开车和小帅带着小儿子郑太出门采购 回家的路上不知道为何突然出了车祸 等女主反应过来 他和小帅已经被甩出了车门 但郑太却被困在了熊熊大火中 由于火势太大 没法救援 夫妻俩就这么眼睁睁的看着自己的儿子被大火烧死而无能为力 这件事让女主非常的自责 她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出车祸 整天是以泪洗面 情绪也变得喜怒无常 整天和丈夫小帅找茬吵架 最后小帅实在无法忍受 提出分居一段时间 让双方都冷静一下 女儿小花则继续跟着母亲生活 分居的日子 女主并没有感觉有什么好的改变 看着儿子过去穿过的小衣服小鞋子 女主经常是堵物私人 免不了又是一番痛哭 小花一开始还经常上前抱抱女主 表示安慰 但时间一长 她也觉得烦了 女主每天是头不梳 脸不洗 就在那里暗自伤神 自然是照顾女儿也不那么上心了 更糟糕的是 女主自正态去世以后患上了睡眠瘫痪症 这种病还有一种叫法就是鬼压床 鬼压床是指睡觉的时候突然有了知觉 但是身体不能动 在睡眠神经医学上 这属于是一种睡眠瘫痪的症状 睡眠周期依序是由入睡期 前睡期 熟睡期 深睡期 最后进入快速动眼期 也就是做梦期 睡眠瘫痪症是发生在睡眠周期中的快速动眼期 快速动眼期正是我们进入熟睡开始做梦的睡眠周期 在快速眼球运动睡眠状态下 人的做梦活动加速 身体随意机开始静止 这种临时性瘫痪有时会导致患者在梦醒后仍然是无法动弹 在快速动眼期中 我们的骨骼肌除了呼吸肌及眼肌外 都处于极低的张力状态 这是一种保护作用 可以避免我们随着梦境做出动作 而伤害到自己或者是枕边的人 而睡眠瘫痪则是因为在快速动眼期中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意识已经清醒过来 但肢体的肌肉仍停留在低张力状态 而造成不听意识指挥的情形 常会因身体出现不正常的状况 而大脑无法解释 再加上恐惧的幻想造成幻觉的现象 好了 以上内容纯属干货 期末要考 另外就是半夜醒来不用再害怕了吧 这天女主睡着后 眼球又开始转动 然后出现了鬼压床 一个面目猙獰的高大人影扑向了女主 女主拼命的挣扎是终于醒了过来 而刚才的一幕太真实了 而且在过去的鬼压床中从来没有出现过 搞得女主半天都缓不过劲来 而另一边 小花也在卧室里做奇怪的事情 她用手机指甲将手机对准自己床的方向开始录制 然后将一个鬼脸面具摆在床尾 之后就上床睡觉去了 而第二天晚上再重复一次 谁也不知道她在干什么 而接下来的几天 女主开始在家里看到奇怪的场景 一闪而过的鬼影 莫名出现的粘液 以及东西烧焦的臭味 搞得女主都快崩溃了 但咱们的女主没有找心理医生 而是向她的闺蜜花姐咨询 而花姐倒是没瞎说 她说女主这是睡眠瘫痪症 主要是心理压力太大而造成的 现在要做的就是放平心态重拾创作 多攒点稿费也就少些逼逼赖赖 女主一听觉得很有道理 于是就给小帅打了个电话 说自己将要重新开始 而小帅嘴上说着好呀好呀 祝贺你呀 但也没想着要回家居住 估计是在外浪惯了 这让女主又开始焦虑了 想和小花说一说吧 但小花对母亲是爱搭不理 还在别墅外的仓库里 搭了个所谓的安全屋 里面是被褥整套一应计全 一看就是嫌她麻烦 想跑出来躲亲近的 接着女主来到了小花的卧室 男在录制状态 于是好奇的打开查看 结果发现小花在睡着五分钟后 又坐起身 然后做些奇怪的动作 原来小花是有梦游症 前几天小花发现了自己有这个毛病 就想用手机录下 自己睡着后再做些什么 而女主也没有伸张 悄悄的将手机给放下 这天的夜里 女主又出现了鬼压床 而那个可怕的鬼影再次出现 女主醒来后感觉浑身酸痛 过了几天居然还出现了呕吐的情况 难道自己怀孕了 那也不可能啊 小帅已经和自己分居很久了 尽管女主是不愿相信 但还是用艳印棒测了一下 我了个去 居然真的怀孕了 这是怎么回事呢 女主确定自己已经很久不出门了 那只有一种可能 是外面有人进来 到底是谁呢 是否是小帅呢 这时闺蜜花姐打来了电话 问女主发生了什么事 为什么在自己的脸书上发那些视频 女主一脸懵逼着打开网页一看 里面居然是自己睡觉和洗澡的视频 是谁拍的 又是谁发到了网上 女主是有些手足无措了 接着女主在房间里到处转悠 最后又来到了女儿的房间 她再次打开小花的手机 看昨天晚上录制的视频 结果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 只见小花呆坐在床上 头上戴着面具 似乎是在和什么人聊天 但画面里却只有她一个人 而女主分明听到 那是一个沙哑的男人的声音 而那个男人说 你的妈妈是魔鬼 是她杀死了你的弟弟 你要杀掉她给弟弟报仇 而小花是不停的抗拒 画面到此也就中断了 这时小花走了进来 看到女主拿着自己的手机 愤怒的说女主侵犯隐私 母女俩是爆发了激烈的争吵 小花在愤怒中诅咒女主 说是她杀了弟弟 应该死的人是女主 这句话是彻底的激怒了女主 一气之下就打了小花 而女主也很后悔 但现在的她却无人可诉说 晚上女主一个人哭着睡着了 但这次她留了个心眼 多射了一道报警器 一旦有人闯入就会响起 果然半夜警笛声大作 女主起来一看 发现女儿消失了 保险柜里的枪也不见了 她慌忙的追了出去 而此刻小花正被一个叫大壮的男人 扛着往森林里跑去 大壮边跑 还给一个男人打电话 看样子这是团伙作案 他们在电话里约定 要向小帅要赎金 但小花则趁大壮不注意给逃跑了 画面一转 女主追了出来 在小树林发现了躺在路边的小花 他们俩小心翼翼的藏在路边 躲过了大壮的追踪 但却没有去报警 而是又返回了自己的家 而更脑残的是 他俩还不关门 结果被大壮直接用麻药给麻翻了 等女主再次醒来 已经被绑起来扔到了床上 而她面前站着的居然是小帅 女主让小帅赶紧去救女儿 但小帅却摇了摇头 说最危险的其实是你 这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女主一直除了患有睡眠瘫痪症之外 还一直患有伺睡症 得了这种病的人 会随时随地的就睡着了 结果那天女主在开车时 伺睡症发作直接给睡着了 这才导致了车祸的发生 后来女主又因丧子之痛 和频繁的鬼压床 变得疑神疑鬼和自责 而晚上潜入小花卧室的 其实就是女主自己 她想象出一个陌生人来指责自己 以此来减轻自己的负罪感 而另一边患有梦游症的小花 睡着后受到梦中人的蛊惑 会在睡梦中关掉房间里的报警器 然后跑到女主的卧室偷拍她 然后再发到网上 而这些内容引来了大壮 这个变态男的注意 她潜入了女主的家 强行那个啥的女主 而女主呢 只以为是遭遇了鬼压床 听了小帅的话 女主根本就不相信 她认为小帅和大壮是一伙的 女主是拼命的挣扎 她打伤了小帅冲出了房间 女主二话没说开枪打死了大壮 一回头又用石头打死了小帅 然后一步步向着瑟瑟发抖的小花走去 而小花的眼神中满是恐惧 接着画面一转 女主从床上醒来 却发现自己躺在小帅的怀里 接着故事就这么结束了 是的 你没有看错 故事就是这么完了 涛哥自然是赶紧去请教豆瓣的大神 发现大家和涛哥一样 也是一头的雾水 到底是女主有问题 还是小帅和小花有问题 而最后那一幕 到底是谁的视角 到最后也没有说清 但涛哥倾向于这一切都是女主的幻觉 也许小帅和小花都已经在那起车祸中去世了 而这同影片中能找到不少的线索 比如卫生间只有一套牙杯 女主和小花聊天时 尽头一切却只有女主一个人 这只是个可怜的女人 她失去了一切 只能活在幻想之中 大家认为呢 好了 今天的电影解说就到这里 喜欢的小伙伴 记得给涛哥点赞和转发 如果你有想看的电影 也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涛哥 最后当然也别忘了点个关注 涛哥每天为你解说一部恐怖电影